欢迎来到我的后院 现在是白天 我们上一关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植物 窝瓜 我们今天想要使用窝瓜给大家尝试一下 所以我们来换一个植物 来吧 这样 让我们开始摇滚 好 首先我们来放置向日葵 好 出现了第一只僵尸 我们来埋第一个土豆雷 来对付它 来 来 继续 向日葵 上面又出现了一只普通僵尸 我们先放置寒冰射手吧 正好钱购买寒冰射手 寒冰射手不会浪费对吧 好 下面的樱桃 下面的土豆雷已经爆炸了 炸死了一个僵尸 继续 又出现了僵尸 我们来放我们的豌豆射手 这个魔改版本 它这个 各种植物都看起来好可爱 继续 最下面又出现了两只僵尸 我们先来埋第一个 然后这边来放一个土豆雷 省点钱吧给咱们 然后我们赶紧多多收集阳光 还有水上我们现在防御是空的 我们现在就剩最下面一行 还没有这个豌豆类的植物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种上了 还差 50 这儿搞定 给我们了一个礼物盒 迷你游戏解锁可从主菜单进入该模式 好的 还好了 来继续 我们还是老策略啊 寒冰射手下普通豌豆射手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矮窝挂 它可以直接跳起来把一个僵尸给做死 所以它无论是什么样的僵尸都是一下做死的 只要它不是开着器械 所以比较适合用来对抗类似于橄榄球僵尸啊 路障僵尸啊 铁桶僵尸之类的 带护具的 继续继续继续 来种植我们的豌豆射手 出现了一个毒爆僵尸 哇塞 这可不好整啊 来一个寒冰射手 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被减速的效果 看 开始 被定住了 太好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这怎么有个僵尸包给咬了 怎么搞的 我一个僵尸不可能 我一个植物不可能直接被它咬走啊 一时没看着啊 好我们继续啊 继续我们再补最后一个寒冰射手 我估计我们的豌豆的数量就够了 接下来我们使用樱桃炸弹和矮窩瓜啊 来接替的来 呃 打死这种及时出现的高强度僵尸就可以了 好 狙击僵尸出现啊 这是第二波来袭 也要这次出现了铁桶僵尸了哦 我的寒冰射手减速应该打死的没有问题啊 所以我现在先不用这个 呃 比如说矮窩瓜之类的吧 留到最后一波用啊 最下面又出现了独暴僵尸 他的报纸在被打碎了之后呢 会疯狂的暴怒起来啊 然后你看他脑袋出现巨大的问号 但是啊 我的这个寒冰射有减速效果 所以他其实并不比普通的僵尸来的快哦 这边我们来一个樱桃炸弹啊 快点加一下速 好 水上开始出现铁桶僵尸啊 这可是不妙的一个信号 下方也出现了路障僵尸 我们来个矮窩瓜做死这两个吧 矮窩瓜如果重叠的两个僵尸可以一次全部做死啊 但是他的恢复时间呢 是需要一会儿的 呃 所以我们可能在结束之前 我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完成啊 看我们的命了 这关的水上僵尸也挺强啊 有铁桶和路障 水上僵尸我们一般是比较薄弱的啊 另外如果比较着急的时候呢 他其实恢复的很慢啊 这儿来一个樱桃炸弹 把这个路障也给他打死 樱桃炸弹可以在 上中下三行同时攻击啊 所以 呃 有时候也能炸到水里 哎 窩瓜来一个 做死你 另外呢 是土豆雷是不能种在水上的啊 包括也不能种在这个 睡帘上面啊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哇塞 这个水上这两个僵尸 这么强大 我们补一些植物啊 水上一直都是咱们的捕肉环境 我们现在有一千都快抢了啊 好 一大波僵尸来袭 这是今天攻击我们的最后一波了 来看看啊 都有什么这个僵尸 我们的樱桃炸弹也已经恢复完成了 哎 出现了橄榄球僵尸 但是它被减速了 来一个铃桃炸弹 咚 太好了 接下来呢 最下面也有一些比较强大的僵尸 我们一个 哎 我把直接做死你们两个 搞定 再接下来呢 我们在水里多重用弯豆射手啊 把这个铁桶僵尸 他们尽快的搞定一下 好 他在疯狂的啃咱们的弯豆射手啊 继续在啃咱们的这个寒冰射手 哇塞 天冷江这桶还没有被打掉啊 我们现在樱桃炸弹还没有被 哎 来 哎 我挂 直接做死了 太好了 有惊无险 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职务啊 325个阳光才可以买一个三线射手